大家好,我是Cocory 本期影片来为大家揭开对马战鬼导演版的三个隐藏假作的获取方式 还没获得的伙伴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看之前先提醒大家,影片内容设计爆了 若想自己寻找的话,请立刻关掉影片 那么话不多说,行走! 首先是第一套巨像系列的隐藏假作 位置就在偷映者时身地图下方的石山上 有一个影中神社的一个地方 到他以后会发现一个巨像,后面有一卷文书 拿到以后,文中有提醒玩家如何去解开 想要拿到这套隐藏假作 我们需要装备名人套装,战鬼假作 假作获得方式就不用多说了 对马本导主线的任务第二章 清除以后我们就可以拿到了 装备好了以后,来到巨像背后的绿色影前 释放烟雾弹 释放以后就能触发转场画面 获得此套装备了 另外讲一下,这套装备的设计灵感 是来源于游戏旺达与巨像 第二套亚兰系列隐藏假作 是在地图的左方 香之普甲,地区的稍偏左下方一点的位置 同样我们找到巨像以后有一卷文书 上面也有记载解开的方式 想要拿到这套隐藏假作 需要玩家穿上剑胜甲咒 剑胜甲咒需要完成传承任务 小四郎的六把刀才能获得 解开方式便是 需要玩家在残血的情况下 在红色印记前 压下十字键的下剑 恢复生命值才可以触发 但请大家注意的是 满血的情况下没办法触发 所以需要大家记住旁边的悬崖来减少血量 方法就不用我来教了吧 这套隐藏装备穿起来像一只黑乌鸦 黑剑胜的即视感 设计来影感也来自于游戏血缘诅咒 酷是真的酷 其他的还是看操作了 那么我们第三套战神系列隐藏假咒 就在这个地图的右方 八翻之深的地区 右上方 这山间有一个叫灰烬神社的一个地方 同样玩家到到这个地方以后 也可以得到一卷文书 上面是记载了解开方式的 想要拿到这套隐藏装备 需要玩家穿上静井家的甲咒 穿上以后 在具象后 通过手柄中间的触摸板往右滑动 当静井人拔出刀以后 就可以触发了 穿上这套不过也是战神 非常有魁蝶的风格 引不了然 这套隐藏装备的设计来源 是来自于游戏战神 好了对马正轨导演版 三套隐藏甲咒的流人都在这里了 若影片有帮到大家的话 欢迎订阅频道 打开小铃铛 你将会看到更多有关游戏的资讯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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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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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